大家好,我是小高姐 今天我们做糖心鸡蛋 鸡蛋从冰箱里取出来,扎一个眼 在源头这边扎,因为鸡蛋的气囊都是在源头 等一下热炸冷缩,蛋清就把这个气囊填满了 煮出来的鸡蛋非常的饱满 开水煮6分钟 煮好之后呢 捞出来放到凉水里,冰一下 趁这个功夫,我们准备调料水 把准备好的香料放入冷水中 烧开之后转小火煮5分钟 关火之后加入酱油和盐 让它晾凉 鸡蛋去皮 不好的鸡蛋,你拿手轻轻捏一下,可以感觉到它的内心非常的柔软 倒入刚才的调料水 我们给它隔夜浸泡 切开来一个看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请你帮我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,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